接下来请听文学四季 一个人的书房 两个人的沙发 还是全家人的客厅 无论你在哪里 周六的后五茶时光 来一场温暖的文学回旅行 教育广播电台与趋势教育基金会 邀你一起畅游文学四季 勇闯古今中外最迷人的文学小宇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学四季 我是主持人黄碧端 今天坐在我对面 要跟我们进行下面半小时的访谈的 是尔雅出版社的创办人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是尹地先生 尹地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周围听众好 很开心今天看到尹地先生 大家如果知道我们在台湾 可以说文学鼎盛起吧 六七零年代 有所谓的文学出版吴晓 这吴晓是表示 他们不是很庞大的出版社 但是都非常专注于文学 而且经营的成效 不管是他的一个市场面 还是说对于读者来讲所产生的影响都非常的大 有一些现在已经不在了 但是五小当中一直都经营得非常的顺利 持续的在发挥非常大的影响的 就是尔雅出版社 所以尹地先生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谈尔雅这么长的时间 因为好像是去年在庆祝四十周年的 对 去年四十年 四十年啊 真的是非常长 所以也可以说是您在盛年 一直到现在人生当中很长的一段美好的时光 这段时候其实台湾整个的大环境啊 尤其在出版界面临的变动也是非常的大 也许您有很多故事来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回过头来再来想从前的出版 眼前的出版难免会感慨 最主要的问题我想是手机啊 这些现代化的科学的改变了 现在整个读者阅读的趋势 我想还有一个大问题 我们自己做出版社 深深感到烦恼的是 书店几乎没有 书店没有我们的出版品 就没有读者呢 想要看也不容易看到 当然讲起来网上购买 可是摸不到那个书 书呢也摆不到 现在有点 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 真正想读书的人 书找不到读者 那读者一死也找不到书 那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最开心的一件事是 重新南路逛书店 现在好像没有了 没有这样一个 新南路的书店现在很少很少 现在变成商旅一条街 完全是一个商业街 那从前当然书店也是商业的一种 但是它是非常独特 而且要传播的讯息是跟别的商业 真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我中学 从初中到高中 有六年都在英里中 出来就走重新南路 所以重新南路 真的是我的成长期 一个绝对深刻 难以抹灭的印象 当然影响也很大 所以现在我自己走过重新南路 都蛮感慨的 这种怀旧 好像有一点从哪里怀起 因为熟悉的景象 几乎都看不见了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规模很大的 或者是连锁 家树非常多的这些书店 成品金色 它也成为一种形态 对文学书来讲 最明显的是 你新书能够摆出来 有些是摆不出来 即使摆出来 时间也非常非常的短 所以您刚刚说 看不见书 那个最大的一个关键 就在于 它没有摆在那边 被你看见 以前我自己 当文艺青年的时候 文心书店 最早它是在 衡阳路15号 在峨眉街 那个年代的书店 都有玻璃橱窗 印象深刻的是 文心书店曾经 在橱窗里 摆了一楼鸡蛋 然后挂了一张 吴时之的照片 博种者 吴时 再摆几本书 摆在里面 作为文艺青年的 我们就觉得 有一天 写出了书 这个书 能够放在玻璃橱窗里面 任何走过的人 都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最羡慕的 可是这样的画面 没有书店 现在有玻璃橱窗的 它要展示的是 更有利润的东西 不是书 但文心自己 当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 可是他们也是 比较早期就开始 做这种视觉的行销的 像您刚刚说的这个橱窗 而那个时间点 这样的一种行销方式 是非常容易打动人的 对 那时候的读者也可爱 因为都非常的饥渴 对知识的饥渴 对文学阅读的饥渴 大家看到新书 我印象很深刻 文心的书一本14块 但是他如果预约是10块 省了4块钱 他只要有一个书名 有一个作者 其实书还没出来 他就登一个三批圈的广告 在报上 那个时候所有的钱就进来了 就凭着一个书名 跟一个作者 书店就可以收到很多现金 对现代人讲这一段事 大家不相信 怎么可能 不可思议 可是那是确实的 所以他们也确实 比较是有行销的头脑 而在那个时间点 也特别能打动这些 大家对于知识 对于要赶快拿本新书 一本好书 对这种饥渴 这种现象 当然也包含像周梦蝶 这个梦老摆一个小书摊 也能够成为台北的一个 风景 对非常重要 几乎是一个风景 一个地标 台北实景之一 是 现在已经成为 要讲台北的历史 都不能少掉那一段 现在走过重庆南路 还有一个感慨 就是说 以前有很多书报摊 书报摊上挂了很多杂志 如果很畅销的书 他们也会摆几本 现在重庆南路 连书报摊都没有 所以现在如果想要买一本杂志 感觉也不容易 你真的想买一本杂志 也不要到哪里去买 你就要到大的书店里头 它有杂志的部门 还有很少的店是专卖杂志 那就中外的都有 可是那种就琳琅满目到 进去之后 简直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如何选择 对 光是什么少女啊 时尚啊 那些就会占掉很大一区 那所以这当然也是一种现象 不过有一点也许我们还可以安慰一点 就是说在那个可以说书啊刊物啊还是很鼎盛啊 对大家很有吸引力的时候 我们是比较买不起的人很多的 现在是大家基本上要买都买得起 应该买得起 然后那个买不起的时候呢 又是大家最饥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嘛 你穿的制服人家都知道 对 就是一个小学生 你就在那边拿着一本书看看 看就会有那个店员啊或什么 就来说你买不买啊 有点害怕 提醒你不买啊 你不要老站在这看 那现在当然就巴不得你去看 这倒也算的是一个社会富裕起来 之后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讲 是非常友善 可是整个大家的那种饥渴的程度 那种书的这种对特定读者的吸引力 真的是很不一样了 当另外一点 我相信您也是一定有深刻的观察 其实大家说纸本买的人少 可是出版量反而还一直在增加的 出版量的多 它是非常奇特的 因为现在是书的种类非常多 但是印量非常少 70年代80年代 书种并不多 但是一印呢 一万本就又是很普通的 那现在是印两千本的书度很少了 书种非常多 它最大的特别是 现在就是说 那个时候作家是少数人 就是说少数人写多数人读 现在反过来 现在是多数人写少数人读 因为每个人只要写了 部落格你随便写一点 出版社没有人请你出 有专门现在这种小型的 可以做印三本五本二十本都可以 那么你都可以把它印出来 所以感觉上大家觉得书多得不得了 其实很多书到不了书店 大家送来送去 但是呢 会让人家觉得到处都是书 书种非常多 量很少 那现在问题来了 共同话题就少了 以前我们读一本书 只要你读 大概我也在读 大家都在读 所以谈天的时候呢 很容易因为谈一本书的内容 变成一个话题 现在你说 我最近看了一本什么书 人家有的可能没听过书名 有的可能完全不知道 你的话题也引不起别人的兴趣 同样 我们自己读的什么书 别人也是如此 所以变成书没有共同的话题 这样书就变成 好像大家都不谈了 每个人看都不一样 变成小众了 小众话 现在大众话的书没有 书除了这个 大家个人读自己喜欢的书 还是要有一些共同的 能为作为话题的 这样的书 引起大家兴趣 那就非常有意思 这一点可以感觉到 是越来越难了 越来越难 这不单单是小众 而且是分众 分得非常的细 越来越细 那不只是说 我们看了一本好书 拿出来 大家会是一个 有共鸣的话题 那这样的几率是 极低极低 不单单是这样子 就像您刚刚说 提到橱窗里头 胡适的像 那胡适是一个 大家都有认知的一个人物 现在都很难说了 对对 现在你要跟大学生讲胡适 他一无所知的 这种可能性都很大 以前他这个胡适计 胡适是四十字数 几乎是 都会读 就算真的不读 一定知道这本书的 对 或者知道胡适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他有一些什么名言 对 你要怎么收货 就怎么做 对 我们都收集他的这个书签 是 现在这种真的是没有了 但是要出一本书 要写出一本书来 或者写出一个东西 让它变成一个书的形式 这个门槛是真的是一直在降低 那这当然也是可以算了广义的民主的一种状态 但是对于严肃的认真的 这说实在是值得大家都认得的书 真的被认得的机会 相对来讲一直在减低 一直在弱化 我想这个谈到的是一个 我们都会有一点点感慨的一个话题 不过我们在这儿要稍微休息一下 大家不要走开 我是文学四季主持人黄碧端 今天我们跟尔雅出版社的影帝先生 来谈出版 待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回到文学四季 我是黄碧端 刚刚我们跟尔雅出版社的影帝先生 他在41年前创办了尔雅 尔雅到现在屹立不遥 真的是在文学出版的这个领域里头 非常不容易 但是您也见证了这40年来 台湾整个的文化出版等等 这些方面许多大的变动 对于现在来说 一方面纯文学的读者 恐怕是在变成比较小众了 但是作家没有减少 我们写作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那尔雅现在出版的方向 或者是说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策略性的来面对这种情况 由于我个人的坚持 倒是从第一年到40年 始终维持每年出20种 维持了40年 所以没有变 都是一年20种 都是20本 别人不太相信 我说你一定要相信 因为当中某几年 我说也许出了18本 我发现今年少了两本 我说我第二年立刻补足 变成20本 出22 同样的我发现前一年多出了两本 我第二年就减少两本 所以我问我到底你尔雅出了多少种 我说绝对正确 400种 他说那你尔雅重出怎么只有六七百号 并没有到800号 那是因为中间我把年度小说 年度诗 统统算在里面 整体来讲绝对是800种 这个是好的时候也是出20种 不好的时候也是出20种 维持到最近这两三年 我就感觉有点吃力 吃力是几种因素 第一 我个人年岁大了 因为我编辑部 其实所谓编辑部 只有我跟我的一位编辑 我们两个人一年要做20种书 等于一个月要做一本半 现在眼睛不好 开始吃力 第二个吃力是 以前20本书到了市场上 很容易就消掉了 现在你出20种书 我常常一半的亮度还在仓库里出不去了 那仓库也客满 在这种情绪下 我自己在那里思考 既然书店也没有了 自己的眼睛也不太好 我就给它减亮 好好的持续出版 可是我大概从41年开始 也就是今年只出10种 以后我就希望维持每年10种 但是品质我仍然是诗 散文 小说 这三种的评论 自己对评论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喜好 原因是我最初是书评书目杂志的编辑 我对那本杂志一直怀念 我觉得在书的世界里最重要的 我们要把书的特殊性 以比较文学的观点来探讨 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书来分析 让读者分享 非常遗憾 就书并书目之后 虽然也有新书越看 可是最后都不止倒地 但是我一直怀念 有书评的出版业 我自己在尔雅出版社 出过四本诚信会主编 叫做文学评论 全部都是评论诗 散文 小说 居然文学评论的这么好的书 打开来里面的作者群 都是台湾一时赫赫有名 可是敌不过心思 心思是被认为飘放毒药 但这些年心思的读者 居然超过读文学批评的 要不是我实际在从事这个行业 我也不太相信 但是我仍然觉得 我们还是需要文学批评的书 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 现在我比较在推行 叫一种书画 也许书评文学评论 对一般读者觉得太高深 那我们用书画喝茶喝咖啡 这样跟爱书的朋友聊聊 书非常平易经人的水笔的方式 但是来谈书 这条路也许可以走得下去 因为年纪自己也大了 40年也要回馈这个社会 我的后面我想可能是朝书画这个目标前进 第二呢 我对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文能 我觉得文能缺少传记 以后出一点文能传记这样的书 大概未来尔雅的继续走下去的方向 谢谢啊 所以要计算您尔雅前面40年出了多少书 非常容易 就是把年乘以20 800种就非常容易 然后接下来的也许就乘以10 然后加上去就非常好算 不过这个也看得出来 您一方面是观察到整个的这种阅读习惯啊 整个环境的变迁 然后您在策略上头也已经有一个做法在面对它 其实书评书目也是它出的那段时候 我自己也是必读的 我觉得那个非常重要 不管对研究的人 还是对只是喜欢书的人 要了解这些出版跟这种书的性质 它的分布等等 但是您现在说要出书画 书画也是我们非常长 大概恐怕有近千年的历史 对一直是有的 就是说正规的这种像食品啊 或者文心雕龙啊 这种有系统的 其实固然有 但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上还算不得很大宗 但是零零星星的这种书画倒是一直有 尤其在随笔 宋明以后的随笔的这种兴盛的时代 真的是很多人有一点心得就想写下来的 是 也许现在的读者也还会容易接受一点 因为很短的 很容易读的 就接受一个讯息的 而且跟现在恐怕脸书啊什么这种也会 比较容易结合 对 那您自己其实写过很多一句话 对不对 所以这种短短的 我之前有十句话 最近碰到一个读者 他跟我开玩笑 我是读尔雅术长大 那我听到这一句 我最喜欢问一个问题 那我说你第一本读的尔雅的书是什么 我好几次听到说十句话 那是让我觉得非常意外 后来想想又不意外 因为的确十句话的第一集是 我记得将近卖了六万本 那这样的读者善待各处 当然会常常在遇到 十句话其实非常特殊 是纯粹我自己读书的时候 读到每一本好书 常常我们会读到里面 某一句句子特别好 一下子会让你好像那个灵魂跳动一下 这样的句子我们经不住 想要用笔在旁边 红笔蓝笔画出来 那我常常想到说 如果有一本书 把这么好的画收集在一起多好 有了这个构想以后 其实第一本的十句话 有六本 第一本其实是我自己做的 等于是我的阅读心得 特别记得我在读梁士丘先生的文章的时候 就是画了很多他的好的句子 所以要收集梁教授的十句话是很容易的 有了这个构想以后 其实十句话 一本书只有二十个作者 每人十句 其实只有两百句话 这样一本书居然会畅销 现在想想 觉得非常奇怪 但是当年确实畅销 那个时候尔雅状况非常好 每本书卖一万本是很普遍 十万本也很多 所以那时候尔雅的经济状况相当好 那我自己因为是写作 我觉得应该跟作家分享 既然我赚了钱 所以那个时候转贷费也很可观 十句话我就付给作家五千块 在当年 尤其梁教授拿到钱的时候 也不要他写 只要他签个名 就说梁教授 我给你在你的书里找了十句话 我想出一本书 有二十个作家 你是这十句 你有没有不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 你自己可以换 如果你觉得我帮你选的 你都觉得很好 你就签个名 他说很好 我签个名我就有五千块 我觉得他也领得高兴 那我们也真的相对的也很开心 每个作者就这样 最后出版社还是赚钱 虽然表面上是二十个 二五一十 其实十万块钱的稿费 可是后来你看他卖了六万本 以后也没有再付给作家 出版社还是赚钱 所以出版社有的时候真的要大方 那后来我年度小说 我就一篇转载费是一万块 我那时候请一个编辑编译本 是十万块 在当时大家都觉得 哇我们做文能还不错 所以李先生是真的很舍得 对于作家对于出版界来讲 是很大方出手 是读书的一个盛况 盛况还在的时候 现在真的是非常不一样 最近我还听到有些报社都在把稿费 还不但没有涨 还要剪吗 最近有一个报社本来一千五一首诗 最近负五百 那诗人也就苦笑一下 那另外一个诗人说 哎呀有就不错了 他说大多数的这个诗刊根本没有 现在更离谱的是 有些诗刊是说 你发表一首诗 你应该捐献一点 让我们这个杂志才能够生成下去 大概是同仁诗刊 让大家捐献 不然这个杂志办不下去 但是早期我知道的民国初年 当然复刊一直是我们文学版面 一直是我们报纸的一个特色 但是早期是要付钱 他才帮你登的 对对 所以好像这个风水转回去了 对转回去 我们希望再转回来 因为我觉得一个社会 我们来谈文化 我觉得是可以用文人的收入 来作为一个测试 当全体文人生活得非常好 稿费非常多 百亿税非常多 这是一个有文化的社会 反过来文人一个一个苦哈哈 甚至于被人家说没有菜色 我想这个社会恐怕文化 恐怕我们要思考 对 不过最大的关键还是在读者 有那个读众 文人的衣食互补 对对 有这个阅读的大众 您所期待那个圣诗才会 才会到来 对 当然华文读者 你可以想象他 真的就是十几亿在那里 对 希望说这样一个几亿 甚至于还有一些 不同语言的人 他现在学华文 也学得非常的热衷 对 那那些也能够加入 那就不得了 对 就像现在英文书 可以卖到全世界一样 对对 有一天我们中文写出来的书 也卖到全世界 期待的那个盛世 就会回来了 是 今天跟影帝先生 谈尔雅 谈出版 我们时间已经用完了 所以我们非得在这儿 告一段落 非常谢谢影帝先生 谢谢 也谢谢听众 是 谢谢大家 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下面半小时 还会回来 谈一个文学的题目 我是主持人黄碧端 待会儿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12点 你会一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